Hello 大家好 我們的芒果PK菜到了最後一集 回顧一下 第一集就是最貴的下旬芒果PK 最便宜的外聞芒果 最常見的外聞芒果 第二集就是兩款本土芒果互相PK 是台灣第一款的本土芒果 金黃芒果後面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黃金黃先生的故事 PK台龍一號香水芒果 那次是打和的 至於下旬芒果PK外聞芒果的話 下旬芒果的甜度是完勝的 它真的甜過外聞芒果很多 香味也更強很多 今天到了最後一集 就PK幾種比較特別的芒果 其實芒果一直比拼甜是不行的 今天就要比拼香味了 要兩款芒果 都是用其他生果的香味來吸引人家的 它要扮演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水蜜桃芒果 有水蜜桃香味的芒果 究竟是水蜜桃還是芒果呢? 還有一個是龍眼芒果 好像不是很過龍眼味道的 龍眼芒果叫黑香芒果 還有一款是玉聞芒果 今天就會PK這三款不同的芒果 試吃之前說一說這些芒果的來源 第一款就是這一款 很特別的水蜜桃芒果 真的有水蜜桃的香味 像土啊 不一聲來是水蜜桃 它是熟成的時候 頭上就有淡淡的水蜜桃香味 1976年是高雄的一個叫做老農的地區 一個農民在果然裡面發現的 為什麼呢?它是偶然生成的 它沒有說是誰陪植出來的 由於成熟的時候會變成燕紅的外觀 另一個名叫做紅龍芒果 就有這個奶蜜的香味 這個芒果呢 一隻水蜜桃芒果在街上就沒得買的 我為了比拼的話 是特意要網購的 因為有些芒果比較刁鑽一點的 譬如下串芒果 水蜜桃芒果 這些在市場 在街市和超市都沒得買的 結果要在高雄網購回來 很好啊 寫了紙面向上 輕放感謝 價錢就不算貴的 大家知不知道我這裡網購了多少款呢? 一隻 每隻都這麼大的 你看 它的樣子都像水蜜桃 黃中大紅 這裡總共有六隻水蜜桃芒果 都是說百多元而已 真的很便宜 稍後我會給大家一個地址 大家可以試一試 就是 買這隻芒果 這隻芒果是貴妃芒果 價值土芒果 培約而成的 甜度是17.3 這個水蜜桃芒果是1976年 在高雄培約而成的 至於另外一款 就是這個在街上經常都會見到的 玉文芒果 玉文芒果 其實這個尺寸是金黃芒果 他是芒果博士 郭文宗先生 在1986年 將土芒果 架至金黃芒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超大的金黃芒 和愛文芒 三隻芒果 混合出來 他培約的地方是玉井 加上他的名字 有個文宗的文 他叫做郭文宗 還有外文芒的關係 終於推出了玉文芒 1995年正式推出了玉文1號 一直到19號 最好吃的就是玉文6號 現在廣泛種植的玉文6號 其實他像大阪的外文芒果 像發大了的外文芒果 因為金黃芒果表皮是黃色的 玉文芒果表皮是紅色的 其實他的樣子就像金黃芒 尺寸就像他的老爸 就是金黃芒 這隻超大 而且價錢也是很便宜的 我買了兩隻玉文芒果 才是50元台幣 50元台幣是18元港幣 有兩隻這麼大的玉文芒果 這隻經常常見的 在街市都買到的 不過這隻水蜜桃芒果 很少買到 還有很硬的水蜜桃芒果 一點都不嫩的 最好一隻 就是今天會比拼的 就是另外一隻龍眼芒果 其實是黑香芒果 正式的名字叫做黑香芒果 它熟透了 表皮都是綠色的 人家以為它還未熟 是的 其實已經熟透了 已經熟透了 聞起來 有淡淡的龍眼的香味 吃起來也有龍眼的味道 成熟期就是7月下半旬 我一路都想找回歷史 究竟這個龍眼味道的芒果 是從哪裡來的 黑香芒 網上的話 有些人以為黑香芒果是龍眼 和芒果的愛情的結晶品 其實是錯的 它芒果和龍眼混不上 黑香芒果是芒果的另一個品種 果肉雖然有龍眼的味道 不過和龍眼是毫不相關的 種了很多年 種了幾十年 近幾年才打出知名道 台南縣的官田香農會舉指出 黑香芒果其實是日本人在日治期間 即是異戰的時候 引入來台灣耕種的 不過當時因為不適合台灣的水土 一直都不符合經濟效益 兩年才修成一次 改良過很多次之後 現在才適合台灣的環境 開始有了龍眼的味道 究竟這隻芒果的發源地在哪裡呢? 我之前都提過 我在前兩集都介紹過芒果 台灣芒果忍進的歷史 台灣本身是沒有芒果的 在荷蘭人來到之前 台灣是沒有芒果的 芒果不是台灣的土產品 土芒果都是荷蘭人 在四百多年前引入台灣的 至於這隻黑香芒 它的祖先是誰呢? 我們就要追溯上去異戰時候 中文資料很少 幾個英文資料就有了 英文資料就發現原來 就是在印尼引入 1942年3月9日 荷蘭將整個印尼殖民地 控制權轉移給日本的軍隊 控制了印尼 這一款是印尼的芒果 它正確的印尼的名字 是叫做 Alomanis Mango 現在大家去印尼 都會找回這隻 Alomanis Mango 是綠色的 青BB 熟了也是綠色的 這隻是印尼芒果 在台灣就叫做 黑香芒果 其實呢 日本人在以前 引入了台灣 一個有三十幾款 東南亞芒果 嘗試在台灣耕種的 除了有這隻黑香芒果 印尼芒果 落地生巾 變成一個龍眼芒果 之外 還有另外一款 叫做 Caraba Mango Caraba Mango 就叫做 Philippino Mango 或者Marina Mango 其實是我們中文所說的 呂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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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治期間 日本人都在菲律賓 拿來台灣耕種 如果大家看看歷史 I shall return 麥克亞瑟將軍 當時在菲律賓 和入軍打過仗 離開菲律賓 當時她說了這句話 我會回來的 I shall return 她是回來之前 這些呂宋芒 被日本人拿來台灣耕種 台灣現在都有少量的呂宋芒 呂宋芒 呂宋芒 是被建立食大全 是為全世界最甜的品種 香港現在都有呂宋芒賣 不過我們賣的呂宋芒 是樹上 是清BB的時候 炸了下來 在自己國偶熟 所以香味不及樹上熟 樹上熟的芒果 是很香的 這隻真的有土的香味 不完全是水蜜土 我可以說是土的香味 現在我們開始試吃 最後這三款 我會試吃的 這個超級大的 玉文芒果 還有有故事的 非六不 不是 來自印尼的黑香芒果 還有這隻 可以騙到人的水蜜土芒果 由於是最好一次的試吃芒果 今天會試吃三款的芒果 這一個 比較橙色的 就是水蜜土芒果 然後 青BB這個 就是黑香芒果 很容易分到 至於這個玉文芒果 很大隻 我切了一半 已經是成碗 這個CP值很高 很大隻 價錢也不貴 50元有兩隻 在街市買 從哪裏開始吃呢 通常我們都是 從最淡口的開始吃 我看了資料 這隻 黑香芒果 就是最淡口的 它的糖度是15 15其實算低 試一試 第一 它不是那麼juicy 你不喜歡吃太甜的芒果 這隻是OK的 它的果實是紮實一點 果肉是紮實一點的 你看到是沒有什麼汁的 不同其他的 那些 玉文芒果 或者是 剛才試過的 水蜜土芒果 都很juicy的 很多汁的 你說是不是 龍眼的味道呢 我又覺得 未必 exactly是龍眼的味道 它是一種很特殊的香味 它其實甜酸度是全合的 如果你喜歡 不是太甜的芒果 我最推薦這一隻 而且很化渣的 它沒有什麼纖維的 雖然它沒有什麼果汁 不過就是沒有纖維的 又味至於爽口 如果大家去過東南亞 這個就像東南亞吃到的芒果味道 這隻就是黑香芒果 然後我試吃一種甜度 十七的這個 叫做水蜜土芒果 它呢 我聞過呢 真的像是土的味道 這個名氣甜很多 和juicy很多 多很多汁 我切的時候就看到了 把水蜜土芒果的味道都流出來了 這隻其實和外聞芒果的味道好像差不多 其實你說它是不是像水蜜土芒果呢 其實它夠juicy就可以了 我們昨天切的金黃芒果都很juicy 你夠juicy的話 就像水蜜土 水蜜土最重要是juicy 嗯 它的甜度呢 其實就是高一點 17.3 那我試一下最好一隻 玉文芒果 這個比較淡 這個呢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好處就是夠大隻 它幾乎和這個金黃芒是差不多大的 好像木瓜那麼大的 這個味道 甜到吸不到金黃芒 不過呢 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樣子呢 就是漂亮一點的 它是大紅色的 金黃芒呢 就是黃色的 紅色的話呢 就會吐氣一點 跟這個水蜜土芒一樣 它樣子紅色的話呢 就會吐氣一點 至於外形最不吐氣的呢 就是這一隻 青啤啤的 黑香芒果 因為這個樣子呢 青啤啤的話呢 其實老實實 外形就不是太漂亮的 如果不是為了拍這條片 我未必會買來吃的 不過呢 說真的 味道來說 我覺得 因為我這期吃了很多芒果 不同品種的芒果 味道來說 很香 我覺得這個芒果呢 不是像龍眼 我終於找到那種味道了 這個像黃皮 嗯 龍眼其實很爽的嘛 如果大家吃龍眼是清爽的嘛 它很脆的嘛 它很像黃皮 不像龍眼 它有一點點酸味 那是一個驚喜來的 如果你吃得太多太甜的芒果 你想中和一下呢 就推介這隻黑香芒果 三集的這個芒果的試食大菜 就到了終點了 那試吃了這麼多 我試吃了七種芒果 了 第一集呢 就試吃了最貴的LV 哈雪芒 KO 這個外聞芒 兩個比拼啦 當然哈雪芒甜很多 第二次呢 就是兩款本地的芒果 金黃芒果 和香水芒果 香水芒果 又是很甜 金黃芒果是一個尺寸很大 和很juicy 和後面有一個 很juicy的story 那最後呢 到了呢 比拼香味的時候 你說水蜜桃呢 水蜜桃芒果呢 其實真的有香味 它都有香味 像土的香味 不只是水蜜桃 那它 攪到是juicy的話呢 就像水蜜桃的了 至於這個肉芒果呢 老實實實 我覺得個性呢 就不是那麼突出的 因為肉芒果呢 其實它的味道呢 就跟這個 我們平時吃開的 芒果差不多 其實它的size夠大 因為它老度 是金黃芒味的 size夠大一隻 至於有驚喜的呢 就是這一隻 10BB的黑香芒果 燈啟人 你可以試一試 有點像黃皮的味道 correct me if I was wrong 我就覺得不像龍眼 因為龍眼咬下去是爽脆的 是不是 新鮮龍眼咬下去 它也有少少 相比其他芒果 它也是 脆一點 特別靠皮的一部分 味道呢 我覺得 像黃皮 很有趣的味道 還有呢 有少少酸味 就不是只有甜 大家喜歡吃甜的芒果呢 記得買下雪芒果 寧然之後呢 就是這個香水芒果 台龍一號 喜歡大隻的朋友呢 一定就是買這個 玉文芒果 以及已經被我炸了的 超大隻 好像木瓜那麼大的 金黃芒果 如果你喜歡 香味的話呢 就是這隻水蜜桃芒果 它真是香的 跟香水芒果一樣 有很強烈的香味 如果你不太喜歡甜的話呢 喜歡有少少果酸的話呢 大家可以試一試這隻 這隻真是有surprise的 奇貌不揚的黑香芒果 推介給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記得留言 你最喜歡吃什麼芒果 或者你要其他芒果推介 或者大家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記得留下給我 嗯 我待會會吃這個 我今天買了 這個是提案話來的 我今天買了這個 甘蔗梨 還有這個叫做西瓜梨 兩款都吃了 一樣的 是三十元台幣一斤 也不用十元港幣 八元港幣一斤 這個呢 就不像甘蔗梨 這個有梨的酸味 這個真的好吃 這個真的像西瓜的甜味 而且它的樣子超美 這個好像Cherry 你覺得像不像嗎 Cherry 好像櫻桃一樣 樣子是漂亮的 我推介大家 有機會來台灣 試吃這個叫做西瓜梨 的東西 這個在超市沒得買 我今天在街市見到的 我覺得好有趣 在水果店裡見到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 大家記得 like comment 留下你的意見 share我的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旁邊的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